10月港股开局7年最差,近时令人联想到10月股灾的助就,其实如今围绕港股最大的不明朗因素。 乃中美关系,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,到底中美会否恢复谈判,整体环球投资环境会因此而进一步转差益或转好,致为关键,国际形势风云色变,投资者有何可为,又有何不可为,11月6日是全球关注的日子。 加因美国进行中期选举,其结果将影响民主共和两党在众议院的力量分布。 松宜影响二年特朗普的年任竞选,特朗普亦早已千方百计争取民意,包括进行大型税务改革,推动大型基建投资刺激就业,对外更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其次,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,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 又恢复对伊朗实施制裁,期望以大美国主义巩固支持度。 至于中美贸易战况,美国计7月初向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%关税后,9月加马宣布向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 先是9月下旬起加征10%关税,19年初提高至25%。 特朗普更扬言,要对额外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即是要向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 实行一网打尽,美国中期选举后见真章。 中国虽作出反制,但两国相互进口的货值终归有差距。 中国所受的经济打击自然较大,为减缓冲击,中国已宣布一连串减费降税,鼓励消费和投资措施。 而外于美国中期选举,月内双方军未已谈判,故市场焦点自然放在选举后, 两国关系会有何变化?对投资市场的影响如何? 为此,综合出三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,中美贸易关系改善。 美国与中国座下谈论分歧。 尋求共识,第二个可能,是中美贸易关系交着。 美国未有进一步行动,第三个可能,亦是全球投资者最不远看得的。 乃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。 美国已向全部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 并对中国人在华活动和投资作出更多的限制。 令中美关系转差。 各改善敲买中资金融股。 针对第一个可能,即关系改善。 投资市场当然可松一口气。 一方面中国出口业受压将见到尽头。 经济前景的能见到有所改善。 另一方面,可以期待,为回应美国的要求。 中国会更努力进行市场开放改革。 以吸引更多外资,A股有望迎来春天。 内地债务危机亦有解决的契机。 在这个情况下,受惠的板块,将包括中资金融股。 内房股。 航运股以及汽车股等。 事实上,为了稳定经济。 年底前内地将审慎应对市场流动性紧张的问题。 并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支持。 内银股的经营环境受控。 理论上有助稳定估值。 工商银行01398及建设银行00939这两大内银。 现价距离较大的支持位同指有约一成下跌空间。 月内不妨留意低位承接。 捕捉操作机会。 至于券商股。 是直接押住A股翻新概念。 对象而集中在巨外之合作背景个股。 如中金公司03908股交着而押住民生消费股。 第二个可能是两国贸易关系交着。 又或者就在这已开征的合共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上止报。 双方专注内部示疑。 贸易问题相对放轻。 躺如此。 投资者而将焦点放在稳经济概念股。 以及部分跌得过残的出口股。 内地为应付贸易战势必吹谷内需。 内需股在第四季仍有可谓。 通涨升温下。 相信民生消费股尤其是食品及饮品板块未来有加价空间。 当中可留意康师傅00322。 统一企业00220。 中国旺旺00151及蒙牛鱼业02319。 车股表现了两极化。 另一方面,内地已取消专用车。 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。 并于二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。 二二年取消承用车外资股比限制。 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。 为外资车企独自车厂开绿灯。 汽车行业分析员认为。 外资车企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指数时间问题。 外资车企加强来华作产业报告。 令本土自主车企市场竞争加剧。 下一步必是太阳流强。 未来主战场应在新能源汽车。 除了龙头比亚迪股粉01211不断完善。 相关设施及技术以巩固优势外。 吉利汽车00175及长城汽车02333等。 亦加快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。 以寻求新机遇。 由于传统车企一方面受为内地推动内需。 另一方面受贸战打击。 好淡因素并存。 预期股粉表现将潮向两极化。 强者欲强。 选股应主要考虑一线车股。 出口股中。 敏华控股01999近年转至内销。 中国收入占比已于17年度超越北美。 人民币贬值有助产品出口至其他地区。 集团亦致力增加海外产能。 料可降低贸战风险。 优惡化多渣现金级公用股。 最不愿出现的情况。 是美国落实向全部中国商品加征关税。 并针对中资在美活动及投资作种种限制。 相信中国亦不会是弱。 届时只怕全球经济增长亦要付出沉重代价。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或需下市至6%。 香港贸易业会大受影响。 加上加息周期启动。 华会引爆中港两地楼市泡沫。 后果难以想象。 港交所恐成沽空对象。 故此, 投资者当然先要清理仓位。 增持现金。 以手代工。 除备开出口股及对息口敏感的中港地产股外。 股值仍相对高的消费股华会仍来一次较大调整。 而尽快看位撤离。 此外, 中美若交互, 有机会演变成更多地区性冲突。 地缘政治风险将会升级。 投资者风险为纳显著下降。 港股摆脱红市无期。 成交将会显著萎缩。 香港交易所00388也许被淡有视为沽空的目标。 反观手持现金等值较高。 经营现金流较高的股份。 以及有利润保证的公用股。 较有条件跑赢大市。 事实上, 参考八年金融海啸。 三大公用股中电控股00002。 中华煤气00003以及电能实业。 00006的股价期间都能跑赢大市。 另外, 中国必会加大国有资本投资的力度。 以全力稳增长。 其中铁路基建股有望成为投资者被封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